Hello, 你們好, 我是Melody 各位已經可以在地上很輕鬆拉到Split的同學 有沒有發現當我們一到Po上面的時候 Split好像就打不開了 而且後面的腳的膝蓋還會有一點曲曲的 那究竟為什麼呢? 今天我就講幾個方法給你們 讓你們可以在Po上面開Split 做JSplit或者其他Split的時候 都可以將腳完全打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follow MelodyPoStudio的Facebook Page 我們的IG 和訂閱我們的Youtube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Po上面做動作的時候 通常都會為了夾直的Po 夾到好緊好緊 而將腳位全部鎖緊 所以當你想打開Split的時候 你的腳位又鎖緊 就會令到你的Split好像打不開 那怎樣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我們看看跨的位置 如果我們要做JSplit的時候 通常都會在Heap Hold開始 Heap Hold的時候兩隻腳是摺在一起 如果當你想打開Split的時候 不放鬆這個鎖位的話 你的Split就會打不開 那什麼為之放鬆呢? 就是在你伸直腳之後 這個鎖位要張開 如果你的胯這個位張開 你的肚子就會向前推出來 你的下腰就會推向前 在這個時候你的胯就完全打開了 你的Split也會直很多 如果你在Po上面做Split的時候 將鎖位鎖緊 然後將雙翼上後落 因為刮污打開的話 這隻腳就好像是伸不直 第二樣東西是 當水打開Split的時候 為什麼它不平? 有時候是因為 我們把前 déc impact zieken 你要知道一個Split 其實那個柔軟道是有限的 如果你將全隻腳的柔軟道 把整隻尖堆放在你前腳 把第一隻腳拉到很低 那你後面的腳就會很難推低的了 所以在我們做J-Split的時候 首先前面近自己臉的腳 先不要拉到那麼低 等後面的腳完全打開 我們再兩隻腳一起用力向下按下去 那你的Split就會直很多 第三因的就是 如果你做J-Split的時候 肚子是向上方的話 你會發現後面的腳是無打得那麼開 我們在做J-Split的時候 如果將肚子領少少向右手邊的話 你就會發現後面的腳 又會再推得低一點 大家聽完剛才的生犯法 有沒有馬上就好想回來練習呢? 記得一有時間就回來練Po 我們新學期的鋼鼓舞 就來開始報名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Follow我們的Po 看看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報名 下個學期見 Bye Bye MING PAO MING PAO